1946年冬天,日本战败,杏子从法属越南归国,颠沛流离中,他去找了在越南时的情人富刚,却发现富刚仍和原来的妻子生活在一起。 看到杏子,富刚面露出些许的羞愧与为难,此时待他很是落魄,辞去园林部的公职后,他靠做木材方面的生意维持着升级。 面对寻找而来的杏子,富刚显得冷淑而沉默,这样的态度让杏子不自觉地回忆起在越南的时光。 那时他正年轻,而富刚也还是同事口中顾家有责任的好男人。 初来乍道,富刚总是在人前有意奚落杏子,但却又在两人单独相处时展现出体贴与关心。 异国他乡,孤独无一,即使是虚伪的套路,也轻易俘获了杏子的心。 酒馆之中,杏子回忆起往昔,而富刚却劝他不要老想着过去之事。 杏子问,如果忘掉这些的话,你我之间还有什么呢? 富刚没有回答,他掏出一些钱,让杏子先找个住处,然后尽快去寻一个能养活自己的工作。 杏子这才明白,富刚是在逃避自己,这令他伤心不已。 而富刚却低头说道,我对不起你,那时的我们不过是在做梦。 回国之后,满目萧条,我意识到不能再让家中苦等的老婆受苦,所以你我之间除了分手,没有别的办法了。 杏子无法接受这样的说辞,在越南时,富刚曾允诺会提前和自己的妻子分开,独身来迎接他回国。 而如今,眼前的男人却又是另一种态度,杏子悲愤交加,眼面哭了起来,但事已至此,他却又不得不接受。 而事实上,富刚回国后,妻子也并未有多少幸福质感,杏子的突然而至,更让他多出一份疑虑。 妻子哭着问富刚说,这种时候,你是打算要和我分开了吧? 富刚漫不经心地回道,生活一不如意,你就会这样,我从没想过和你分开,怀疑的话,以后会证明给你看。 妻子无言,杏子的工作找得并不顺利,在街上闲逛时,他被一个声音喊住,是自己姐夫的弟弟姨元。 姨元是个浪荡子,这次是专门来寻杏子的。 杏子问他什么时候从监狱出来的,他没有回答。 他问杏子为什么不回家乡,杏子也没有回答。 面馆之中,医员说自己在老家的生意失败了,来东京找找机会,如果不行,便再回去。 他提出想在杏子家中暂住几天,说睡在行李间也可以,杏子想起多年前的那个深夜。 他偷偷进入自己房间时的丑陋嘴脸,带着几分讥笑说道, 我反正回不去家乡了,家里人只会说我没出息,要考接济才能生活。 杏子的生活愈驾窘迫。 下雨天,他一个人在阴冷漏雨的房间啃着干面包,雨停了,便出门打些短工维持生活。 一个外出找工作的夜里,他遇上了一个搭讪的美国人。 三言两语后,两人开始了没有结果的交往。 不久后,富刚来找了杏子,他唠叨着自己工作的不顺,家庭生活的乏味,似乎是想和杏子重温旧梦。 此时,美国人猜好到来,杏子和他出了门,直到夜里才回来,而富刚依然等在这里。 他问杏子,是怎么和美国人认识的?杏子回说,怎么认识的都无所谓吧,他也很孤独,就像你在越南时一样,他年轻帅气,是一个不错的人,不过还有两个月就要回美国了。 富刚接着问,那你还会找下一个吗?杏子觉得这是在羞辱自己,生气地喝起了闷酒。 而富刚又突然提出想在这里留宿一夜,这样的要求让杏子更加气愤。 他愤怒斥责富刚的自私,说,如果做不到一起生活的话,那就让我一个人这样独立活下去吧。 富刚漫不经心地说道,打扰了,虽说打扰,但偶尔来这里玩一下可以吗?也算是我们情缘未断吧。 杏子深感失望地问,这是你的真心话吗? 富刚没有回答,沉默着离开了,而在灰暗灯光下带错了一会儿的杏子,还是追了出去,独自站在富刚离去的路口,急切地张望着。 之后一员再次到来,他已准备在东京定居,这次来是为了要回送予杏子的一床棉被和三件和服。 杏子生气地说,三年来把我当玩具一样,一床棉被又算什么? 而一员无赖般地回应道,想用棉被也可以,给我弄些食物和烟来。 男人愤怒的杏子把他的东西都还了回去,厌恶地让他赶紧离开。 不久后,富刚约杏子在车站见面,说要去外地把手表卖了。 两人一起散步聊天,富刚问杏子想不想暂时离开东京。 杏子说,我们好像也无处可去了。 他们一起去了异乡的温泉旅馆,富刚依然无精打采地喝着闷酒,而杏子却很开心。 他说自己已经想明白了,不求能生活在一起,心情好的时候出来约约会也不错。 消沉的富刚问他,有没有想过自己死去时的方式? 杏子笑着回道,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死,根本就不必考虑,到时候就会明白。 富刚很快就对这趟旅途失去了兴趣,他拒绝了杏子一同过正月的邀请,想要明天就回去。 杏子提起过去之事,他却打断说,就是因为过去,我和妻子的关系也愈驾不好, 现在每天活得如星尸走肉一般。 杏子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,只是伤心地念叨着,那好吧, 我会想办法过好自己的生活。 晚上,富刚去见了手表的买主,对方是这家温泉旅馆的老板。 因为有着越南生活的相似经历,两人相谈甚欢, 老板还向富刚介绍了自己的妻子阿杰,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, 看上去反倒像老板的女儿。 原本打算明天就走的富刚在老板的邀请下,突然爽快地答应再多住几日。 旧桌子上,富刚看阿杰的目光和当初看杏子时一样,而阿杰似乎也有意, 两人当晚便一同去洗了温泉。 阿杰说,他早就厌倦了这个偏僻的小地方,想去东京生活。 丈夫为了满足他的愿望,打算去东京开一家鱼店, 但他又讨厌鱼欣慰,现在他只想一个人去东京当舞女。 杏子很快发现了富刚和阿杰之间的事,他伤心不已, 但也只是哭泣着对富刚说自己想要尽快离开这里。 回到东京后,富刚依然满不在乎地喝着闷酒。 杏子生气地说,你真是一个可怕的人,时时刻刻都只想着自己。 而富刚却为自己找好了理由,他说,只有重视自己才会想着活下去, 我没有死的勇气。 提起阿杰,杏子小声说道,我明白他的心思, 我们离开时,他在对着车子流泪,你如果想他,可以再去找他呀。 富刚又提起感情和责任的区别, 漫不经心地敷衍着杏子。 不久后,温泉旅馆的老板来到了东京,他是来寻找阿杰的, 而富刚也突然搬了新的住处。 不知情的杏子找来时,正好碰上了准备出门的阿杰, 杏子的底线再次被突破,他小声痛骂着富刚混蛋, 两个女人的争风吃醋显得毫无意义, 他们都不是富刚的妻子。 阿杰说,房子是他自己租的, 只是因为富刚来到东京没有落脚点,才在这里暂住。 杏子带着奇笑念叨着落脚点三个字, 仿佛在感慨, 在富刚眼中,自己那里也不过是一处落脚点罢了。 阿杰离开后不久, 富刚就来了这里, 杏子提起阿杰之事, 富刚决绝地说, 从温泉旅馆回来,我就已经和你没话说了, 我和阿杰之间发生的事是不能靠理性控制的。 但当杏子提起自己怀孕之事时, 富刚又很快变了态度, 他恳求杏子把孩子生下来, 因为至今他还没有孩子, 无论如何都想养一个, 然后又唠叨起与阿杰一起生活的不如意来。 看着眼前这个男人, 杏子无比失望, 他说, 到了现在, 自己再也不想回忆以前的事了, 也不再做梦了, 就这样吧。 而富刚却一改往心的态度, 说道, 我有时候还做梦, 想到我们在越南时的生活, 我就又来了干净。 杏子的心最终还是软了下来, 他对富刚说, 不管怎样, 我们两个人走在一起, 还是像亲人一样, 然后又低头念叨着, 这样想可能是我一厢情愿了吧。 之后, 杏子去找了医员, 对方现在做起了神棍, 转后的萧条让很多日本人的精神无所依托, 医员靠此赚了很多钱。 杏子从他那里借了一万块钱, 然后一个人去医院打掉了孩子。 做完手术, 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的他, 却从对面女人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骇人的新闻, 阿杰被他丈夫杀害了, 富刚也作为情夫登上了新闻。 刚刚做完手术的性子, 猫着大雨去找了富刚, 带着怜悯问道, 你过得很辛苦吧? 富刚却敷衍着说, 想一个人静一静, 性子含泪悲愤说道, 看来你是真的忘不了阿杰, 把孩子打掉是好事吧? 你口口声声让把孩子生下来, 但从来没有为孩子出生做过打算, 你只想着你自己, 害死阿杰, 我在医院里痛苦地接受手术, 这些在你心里一点都不重要, 还说让我去找医院, 既然这样,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让我一个人好好生活呢? 富刚依然理直气壮地回道, 让你打掉小孩也是迫不得已, 你不是也想一个人去医院那里生活吗? 性子哭泣着说, 我的一切期望都没有了, 要离开时外面依然下着大雨, 富刚摸了摸大衣, 似乎想给性子披上, 但最终还是仅仅裹在了自己身上, 就这样, 性子一个人蜷缩着走入了大雨之中, 最终他还是去了医院那里, 不久后, 富刚却又找了过来, 他是来借钱的, 他的妻子去世了, 他却连葬里的费用都拿不出, 性子给了他一笔钱, 分别是看着富刚离去的背影, 性子眼中又有了几分不舍, 他依然没有从过去的梦中醒来, 这或许是他一生难逃的宿命, 不久后, 性子约了富刚在一家异乡的旅馆见面, 他偷拿了医院上会的二十万, 准备和富刚一起远走高飞, 他说, 没良心的事自己不会干, 这些都是不干净的钱, 医院也不敢追查, 两人再次并肩而行, 性子又如从前般幻想起未来, 他说, 离开这里我们两个都会长寿的, 而富刚却并不想和性子一起远走, 他觉得这笔钱很快就会花完, 到时候生活还是老样子, 性子丧气地说, 我以前读过一本小说, 里面的主人公就和你一样, 是个只知道利用女人的无赖, 而富刚抽着烟牢愣地回道, 因为有像你这样的女人存在, 还是当男人好啊, 听到这句话, 性子绝望地冷笑着, 而后还是男人哭了起来, 富刚告诉他, 自己已恢复了公职, 即将要去一个偏僻的小岛, 至少要在那里待上五六年, 第二天, 富刚就收拾行李准备离开, 而性子却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, 富刚让他把钱还给医院, 或者自己找一个新的地方生活, 性子痛哭着说, 这种时候了, 还说这种话, 我冒着危险跑出来, 你就不能想想办法努力一把吗? 富刚再次沉默着没有说话, 两人回到了东京的出租屋, 医院已经来过, 留下了一张名片, 说还会再来, 性子恳求富刚让自己跟随他一起去小岛, 他说, 带我去那里吧, 一两个月也可以, 厌烦了, 我会自己一个人回来, 富刚无奈答应了下来, 火车呼啸而过, 性子随着富刚一起去往那个人烟稀少, 中年下雨的小岛, 在码头登船时, 性子因为之前流产时遭了风寒, 再加上四处奔波流离, 身体终于支撑不住, 躺在床上的性子, 觉得富刚一定会丢下自己, 独自登船离开, 但这一次, 富刚并未如往常般绝情, 他改签了船票, 留了下来, 得知这些时, 性子如是重负地哭了起来, 去往小岛需要坐一天的船, 船上没有医生, 岛上也没有, 但富刚最后的上任日期马上就要到了, 性子的病情却始终未见好转, 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, 平静地说, 如果我坐船时不舒服, 就在中途路过的岛屿把我放下吧, 几天之后, 他们终于登上了开往小岛的客船, 风雨飘摇的大海, 向结了性子的命运, 大雨之中, 几经颠簸的两人到达了小岛, 而此番风雨, 也让性子的病情变得更加严重, 富刚劝他, 等病好些, 就返回东京去吧, 性子却似乎已不想再做什么打算, 在一个少有的晴朗的早晨, 富刚进了山,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, 性子的眼神暗淡了下来, 傍晚时, 大雨忽质, 性子亮强着去关窗, 窗子没关上, 他也再没能起来, 富刚匆匆从山里赶回来时, 性子已悄无声息地躺在那里, 梦暗的灯光下, 富刚为他倾斜了脸庞, 涂上了口红, 种种昨日时光, 似有浮现在眼前, 那时的性子还正年轻, 美丽的就像一只未经风雨摧残的花朵, 性子的一生, 无疑是一段破碎的厄运, 孤苦, 悲凉, 无所依靠, 因此, 富刚带给他的那一丁点美好回忆, 才会成为他一生都想要抓住, 但却又永远无法到达的海市蜃楼, 这部电影似乎是导演成来斯西南, 对自己所秉持的人生观的一种确认, 无论如何, 人生都不会称心如意, 即使选择随波逐流, 也必然要历经沉浮, 体味苦涩, 成来对人的生命的关照是客观的, 他电影中没有那么多虚伪的自我感动和救赎, 也因此会显得悲观, 然而, 成来电影中的人物又是坚韧的, 就像性子一样, 即使被四下流离的生活所折磨, 被亲密无间的人利用, 被病痛击垮了身体, 他也不忘追寻生命中的难以思光, 不忘维护自己生而为人的体面与尊严, 这也许就是成来是女主角的魅力之所在吧。 我是腾景树,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 欢迎点赞加关注, 我会持续分享关于日影的一切,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, 我们下期再见。